大家好,我是兄弟脸李明老师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Linux系统简介的第二节课 开源软件 大家可以通过兄弟脸论坛跟我们进行交流 也可以关注我和沈潮老师的微博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第二讲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开源软件 那么让我们对开源软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们在上节课提到Linux是一个开源软件 那到底呢,开源软件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在了解开源软件之前 我们应该提到一个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软件有更多的一个运营的方式 最典型的一种叫商业软件 商业软件是由商业公司来开发销售 维护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比如说在Windows当中 我们绝大多数软件都是商业软件 它的最典型特征是收费的 但是大家没感觉吗 因为我们很多人用的都是盗版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 或者是用了一个正版的装了很多台电脑 其实这个呢 是商业软件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而且它呢也不开放源代码 我们其实我在做财务软件开发的时候 在Windows平台 发现商业软件开源软件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 当你在做开发写到比较底层的东西的时候 对 是比较郁闷的 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开源软件都有哪些的 那么这里面呢 这张图片中列到的只是开源软件里面的冰山一角 很小的一部分 对 那么沈超老师曾经使用过哪些开源软件呢 那么其实啊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同学当中 我们很多同学有一个这个误区 觉得Windows当中软件更多 Linux当中可用的软件可能更少 那么我们说不可否认 对个人用户来讲 Linux当中可用的软件确实不多 比如说吧 游戏在Windows当中都可以运行 但是在Linux当中 它就不一定可以装 但是如果是对服务器端来讲 我们的这个开源软件 不管是从数量 还是从质量上来讲 都远远优于 Windows平台 比如说最左上讲 这个羽毛的图标 这就是我们的 著名的Apaq软件的标志 那么Apaq呢 到目前为止 都是我们最主流的 网站服务器软件 那么我查了最新的统计 我们近这个月的Apaq的占有率 在全球所有的网页当中 大概占不到60% 58%左右 那这个占有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它为什么用一个羽毛作为logo呢 这个据说啊 它是采用了印第安的这样一个标志 某个部落的标志 这个羽毛呢 代表了这个是自由 这个更加民主的这样一个象征啊 我发现这些开源软件的这个logo 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像PHP 因为这个我们更熟悉 我们兄弟脸主要就是在做PHP方面的一个培训 没错 那么PHP呢 为什么会用一个大象做logo 哇塞 看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继续看一下 哦 PHP其实放起来跟这个大象 其实非常非常相近啊 所以说我们这些程序员 不能都说是没有任何幽默细胞 是吧 这是程序员的一个幽默呢 对对对 那所以说其实啊 开源软件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对对对 包括这里面我们看我们列的这个图里面 这左下角有一个叫Python 我到现在还记得呀 很早以前有一个开源社区 他曾经推出了一个推广Python的口号 印在文化衫上 当时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 就看到有人穿个文化衫 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到 令书啊 这个字啊 是一下就吸引我了 是吗 叫做人生苦短快用Python 我一直记了好多年期到今天 又说明你们老师比较老 那么其实Linux上面呢 这种开源软件挺多的 包括呢 包括刚才沈超老师提到游戏的一个话题 Linux上面其实啊 也是可以把一些Windows游戏 通过模拟器移植过来的 对对 包括这种模拟器现在种类也挺多的 而且都是开源的 对 但是呢 我真是体验过 把一些游戏通过模拟器装在Linux上面 确实就不是太 其实确实是有很多的问题 对对对 用一句网络流行用语就是 这样的实验过以后 我感觉啊 不会再爱了 我也记得我们当时 在学习的时候 为了强迫自己学习Linux 把Windows删掉 只用Linux 但是那时候最困惑我们的就是QQ不能用了 后来呢 当然Linux当中有QQ 但是那个东西体验度非常差 我们为了用QQ被迫在Linux当中装一个虚拟机 用虚拟机模拟Windows 再在Windows当中去跑QQ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简直是得不偿失 就把这东西删掉了 所以开源软件呢 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领域里面 包括像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用的MySeq 对 我们用的现在这个比较火的MongoDB 对 那么以及呢像Web服务器里面 安帕奇是很火 但现在可能比它更火热一点的是这个NJX 等等等等 这个里面没有列出来 那么都是一个开源软件的一个范畴 对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软件的群体 没错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先来看一下开源软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为什么它有这么流行的一个使用 对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开源软件得到这么样的飞速发展 对吧 那么我这里简单列了这样的三点 可能不够详尽 但是呢能够让我们在初学的时候了解 像Linux作为开源软件 把我很多的开源软件 为什么会得以流行和普遍的使用 对 第一个呢说白了是很通俗的就是花钱少啊 很免费啊 对 这是其中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 对 但是不过大家要注意啊 虽然我们说绝大多数开源软件是免费的 但是开源和免费并不是等同的 换句话说 开源软件也可以卖钱 但是我卖给你的同事 我不是把经过编译之后的代码给你的 而是给你的是它的原代码 这就是开源软件 对 我在以前有一个台湾的同事 他曾经写过一个中文处理的一个这样的软件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呢 它那个原代码是公开的 符合这个开源软件的一些这样的协议的规则 对 但是呢 它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它没有公布注释 换句话说呢 如果你作为企业的应用 你想把它做一个植入和二次开发 那你没注释 这个是非常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困难的 对 需要花很大的精力 对 但是呢 你可以跟它购买注释 哇塞 这也是开源软件在当年这个协议里面 没有做这么明确的约定 但是确实允许 对 确实也是允许 对对对 这里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呢 开源软件 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做自由软件 那么72者大体上差距不大 对 因为在国内的软件应用环境里面 大家不用在我们这套教程里面 不用去深究这样的一些小的区别 对对对 但是其实呢 自由软件 为什么现在我们更多的提开源软件 对 因为自由软件在英文里面叫freeware 这个free这个词啊 有两个意思 对一个叫自由 对 一个叫免费 免费 比如说大家看勇敢的心这个电影 最后那个男主角喊freedom 这个叫自由 对对对 但是有的超市里面 他有一些赠品 那么也写free 这表示不要钱 对对对 但实际上啊 这个软件呢 开源软件或者自由软件 不等同于免费软件 对对对 后来呢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怕有这样一个误会 对 所以呢 也大家更多的提 open source 开源软件 开源软件 那么免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对 沈超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企业部署的时候 那么你们会采用收费的像windows server 或者unix 还是会采用 那这样的一些 我们当时是做游戏运维的 那个时候需要大量的服务器 我们不算网络设备 光服务器当时就买了3000多台 那么这是第一年的投入 光是服务器硬件设备 大概就是3亿块钱人民币 3亿多人民币 这个投入非常大 但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linux 是开源的 是免费的 没有考虑软件成本 那如果是使用unix 或者是windows 那这个成本可能还需要再翻几倍 甚至十几倍 那这个东西这个投入就会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这样也可以看到 其实说开源软件在使用的时候 或者说开源程序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成本更加激烈 所以在下一节课里面 沈超老师会更多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看一看那些大的互联网公司 是不是都带用开源的技术架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特点 或者因素 就是它的成本 构建成本比较低 那第二个呢 就是开源软件嘛 顾名思义 它是开放源代码的 这样的话带来了第一个好处 就是安全性非常好 对 就安全性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么比如说呀 我记得呀 很早以前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著名的黑客 讲了一句话 就用来形容这个开源软件的安全性能 他说呀 足够多的眼睛就可以让问题浮现 就比如说我和沈超老师 今天去大学做一个讲座 对 我哥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饭粒粘在衣服上了 这下面几百双眼睛 几千双眼睛看着 没准早就有人就发现了 那俩货身上有个饭粒 这叫足够多的眼睛 就可以让问题浮现 对 就像一个软件 他把源代码摆在互联网上 那么这个时候全世界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可以看得到 有什么bug 可能大家很容易就发现了 对 他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安全性 对 这是一个特点 我们如果是从一个这个具体的技术指标来说的话 我们把这个服务器的安全等级 或者说操作系统安全等级 分为了A B C D四个等级 A等级安全等级最高 D等级最差 那么我们拿我们最熟悉的Windows来做个比喻 或者说做个比较 那么Windows呢 我们指的不是个人买 而是他的服务器本 也就是最新的2008 如果是一个全补兴的Windows 那么他的安全等级 大概是在C2和C1之间 这样一个等级 但是Windows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过多的防护的话 他的等级在C1 但是如果Windows打了全部的防护的措施 这里主要指的是SE Linux 这个内容我们后面来介绍 那么如果打入了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安全等级就会飙升到B级 当然A级这个级别可能只是一个理论概念 我们在实际的这种生产环境下很难达到 那B级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一个等级了 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同样的一台电脑 如果我们装一个Windows 你如果不装杀毒软件 连入互联网三个月 那可能很容易就中枪了 但如果是一个Linux 你连入互联网三个月 不装杀毒软件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当然需要一个简单的防火墙 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 这个我们说开放源代码带来的好处就是安全 对 第二个呢 其实从程序员的角度上来讲 我自己深有体会 他开放源代码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那些业内的技术大牛 对那些大神级的人物 他们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思路风格和注视 对 那么一方面你便学习 对程序员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断的敲代码和不断的看别人的代码 对 那么从中不断的练习去体位 那么再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开源软件的一个模式 诞生了很多的一些成熟的开源传品 对 比如说今天咱们要部署一个网站 如果想上一个论坛 BBS 对 有现成的Diskus P2P Wing的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部署和进二次开发 如果想做一个网站的一个CMS 你可以用ddcms P2P CMS 都是一个开源的产品 对 那么包括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一些CRM 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各种各样的互联网上的一些网站的机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应用 对 其实都可以很容易的快速的开发 对 这也是开源软件带来的一个好处 对 对开发人员来讲 可以快速的完成你所要做的事情 这是它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带来的好处 对 那第三个 就是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散步和改良的自由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那么我一直都坚信一件事 沈潮老师 我觉得软件总有一天都会不要钱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你想象一下 假设说你上学的时候 你在用ubuntu linux 那你用的非常爽 后来上工作以后 你会在部署服务器的时候 可能也会跟老板推荐使用ubuntu 当然 那么这个时候 ubuntu其实是不要钱的 甚至在网上可以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在网上去申请 只要你英文好一点 把地址填上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从美国把光盘寄给你 一毛钱都不要 但是你在企业部署了以后 你也不需要花钱 但有一天你发现有个功能 你需要这个操作系统能够提供 比如说一个监控功能和等等 可能你有特殊的需求 你跟人家联系以后 定制开发总要付点钱 对 你说我需要能够保让这个服务器 24小时乘以7天都不当机 售后服务 对 售后的这种支持 专业的支持服务 你总不可能一毛钱的服务 对对对 所以其实软件更多的是通过定制开发 是通过商业服务 甚至通过增值服务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软件发展的一个模式 对 那么说到这个散布和改良的自由 我希望咱们同学们注意一点事情 那么我们的自由软件精神当中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了自由软件 比如说PPP就是自由软件 那么你开发出来的再开发的程序 就应该也是自由软件的 除非你不使用PPP 要不然你就应该遵守这样的规则 这是保证自由软件深深不息 或者说开软件深深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个软件能不断进步的一个根源 对对对 所以这一些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就是开营软件有别于商业软件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对 也是为什么很多开营软件得以流行 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么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 跟我们可能相关性更大的 我们来举一个技术的架构的平台 那把它称为叫Lamp 对 那么Lamp 这个沈超老师应该对这个很熟悉了 对 这个是一个合成词 最早一个老外的一个兄弟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Lamp的一个概念 它包括了这样的四个东西 沈超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L其实就是我们Linux的简称 也就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的这个操作系统 那么A呢 主要指的是Apa7 Apa7是我们的网站平台服务器 那么它是Linux当中的一个服务软件 那么MySQL呢 指的是我们的数据库 那么P呢 就是PVP的简称 那这个Lamp LAMP 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流的一个 这个网站平台搭建环境 那么这个Lamp环境的搭建 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在我们的书当中也会有介绍 有相应的内容 那么 说到这里啊 兄弟联可能最主要的做的都是PVP培训 没错吧 那么 如果大家有需要 我们啊 这个兄弟联有一个老师叫高洛峰 对 哎呀 写了一本神书啊 这个胖人多写厚书啊 这本书非常的厚 既可以防身又可以用来学习 叫细说PHP 对 这本书啊 也是非常的牛 曾经在去 今年 今年呢 曾经获得了51CTO 一个评选 叫深受读者喜爱的技术图书奖 哎 那么这本书同时呢 在今年呢 也在很多的网站上面 比如说当当网上面 是PVP同类书图书里面 销量 也是名列前茅 对 应该说是初学者的一个 学习PVP的奎华宝典呢 说到后 其实可能细说Linux 比信说PVP也差不了多少啊 你们到时候可以左手一本 右手一本来进行防身 可以锻炼 可以防身 多用途全方位啊 这回左右手平衡了 所以Lamp架构呢 也是我们现在互联网上面 刚才沈超老师介绍了 这个最流行的一个技术架构 对 这里面 它最底层或者根本的 就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平台 Linux 对 不管你是在上面做什么开发 应该对Linux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了解 最起码应该会使用的 对 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个录制这样的视频 来告诉大家Linux的基本使用方法 那么 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让大家对开源软件有一个认知 对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 开源软件的一些特点 那么开源软件呢 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 主要有免费 所以带来的好处就是构建成本分极 其次呢 开源软件因为可以支持更多的程序员进行这个自由的开发和这样一个读取 那么它的安全性能相对来说更好 其次呢 开源软件因为可以自由的读取和开发 所以呢 它更利于二次开发 那么也更加利于我们的程序员 不管是新程序员还是老程序员进行学习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详量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